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点私事 队里的人我想知数局用一下 给你打个招呼 你是要去找那个 丢了的叫皮皮的孩子是吧 你知道了 兰芝在警局 刚才我把电话接过来跟李局长说了 让她帮着多费点心 谢了 坐 你坐 不过你说这孩子 会不会是自己出去玩去了 不可能 现场发现了皮皮的一只鞋 还有一些粉皮 他肯定是被人给抓了 如果真是被人抓走的话 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 你也别太着急了 他们早晚也会来找你 我就怕他们不找我 二宝那边 抓获了一个共产的嫌疑犯 已经闪出点眉目了 这是审讯的记录 看看 我现在没这心思 一个孤儿 至于他吗 兰芝也是 着急跟丢了魂似的 跟只猫相处三年 也都会有感情 更何况还是个孩子呢 行吧 处理反正最近也没什么事 我再派两队人出去帮你找 你呢 自己也找点事干 别这么闲着 说不定事干完了 那孩子也就找出了 对吧 回家计划 共产党这些泥腿子呀 现在也懂得笼络人心了 你学学 跟他们去打江山这帮人 如果说身后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无非也就是儿女亲情了 这个回家计划 就是要找到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 把他们统一全都送回延安 李小楠是死了 但是你亲公的嫌疑还是不小 好好抓住这次机会 给自己搬回去 要不然以后你在特工总部的日子不好昏 明白吗 怎么没有问出他们到底要哪些孩子 问了呀 他说他自己也不清楚啊 说不定是嘴严死康 你说这个皮屁 会不会跟这个计划有关系啊 你觉得会有关系吗 他的身世你了解多少 一个在松户会战时 在废墟里捡到的孩子 他也不会说话 你觉得我能了解多少呢 李小楠好像对他挺好的是吧 你觉得皮屁是中共的孩子 庞永被捕 皮屁又失踪 这两件事情撞在一块儿 真的是巧合 那我亲自去审一审这个朋友 瞅 先去吃饭吧 不管这孩子真的在谁受伤 找到了你心里才踏实 那我先走了 谢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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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 他跟我说了 一般的人让他闪 他都不会去闪 那我是不是跟庞勇说一声 让他告诉陈深 他还要接做皮皮 大不了加点钱 让他把自己演下去 是 这不是花钱穿空的事情 我是把陈深眼睛太毒 庞勇稍有一点纰漏 他就看得出来 就不会长大了 那出座您的意思是 苏三星不是已经把皮皮截走了吗 是啊 是 中午吃饭的时候 把这件事情办多 是 出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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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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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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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有一个中共交通员 要坐船到石榴铺码头 别的特征倒没有 就说是这个男的有点脱背 我就带人到石榴铺码头蹲守 我就看到一个脱背的 上一个盘问吧 他就想跑 就被我们抓回来了 怎么样了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了 还在昏迷中 如果有人问你 你会怎么说 病人的舌道切口平整 很明显是被刀或者剪刀给切断的 我让他告诉你怎么说 你就说病人的舌道是自己咬断的 懂了吗 懂了 谢谢 大兄弟 这孩子你见过吗 没有 好 皮皮 对不起啊 皮皮 男八岁 长下清晓 扎小便子 啞巴 一只脚穿皮鞋 一只脚没有 大兄弟 怎么了 你见过这花生的孩子 今天早上在秋风洞石库门 好像是有个男人抱着这么个孩子 大概这么高 差不多 扎个小便的 他趴在那个男人肩膀上 好像睡着了 你在哪儿看见那孩子呀 我就在箱子口碰了他一面 那个小孩子一直脚没穿鞋 所以我就多瞧了一眼 是皮皮 一定是皮皮 大兄弟 谢谢你了 不客气 喂 王姐 消息缺钱吗 你等着 我马上过来 皮皮有消息了 真的 我现在要去蒙江堂孤儿院 我跟你一块去 不 你先不去 你要帮我在医院盯着 干啥 有一个刚刚被抓的中共 突然在审讯室咬舌自尽 我想让你去帮我探探路 哦 那 皮皮要真是共党要找的小孩 会不会是被共党带走的 总之你去医院帮我盯紧了 不能让他再咨询短见 如果方便的话 帮我探探路 摸摸他的底细 嗯 嗯 好 王姐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皮皮 所以就过来问问 看看有没有皮皮的消息 来 先喝点水 陈申来了 等会儿啊 我开门去 陈申 陈申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要批评我了 我这一路上都是挑着偏街冷巷 走过来的 真的没有人注意我 我就是想帮着 一块儿找皮皮 胡闹 要是找不到皮皮 你把自个儿弄掉了怎么办 所长 阿顺来了 所长 有什么要吩咐的 是这样的啊 我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你带着皮皮啊 住到我们已经在秋风渡 安排好的房子里面 如果有人想要带走 这个孩子的话呢 你一定要逼对方 亮明自己的身份 从现在开始 你是一个中共地下党 应该错不了 扎着小辫 丢了一只鞋 年纪也对得上 那肯定是皮皮啊 如果真是皮皮 我觉得不应该是睡着了 应该是被人打晕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得到秋风渡去找找 汪姐 你跟老K皮带先去找 你记住 无论找到任何线索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只管记下地址 未来我们再商量 如何应求 我知道了 那我呢 我要做什么 你赶快回去 不行我不回去 皮皮没有找到之前 我真的不太放心 这打白天的 让他一个人在外边多不安全 要做也得等天黑再走 行 你们快去快回吧 要不要吃 你是个哑巴 但听得见我说话 对不对 看来你不怕我 挺勇敢的 像你爸妈一样 你是想问我 认不认识你爸妈 你爸爸呀 都是杀鬼子的大英雄 行行行 行了 你乖乖听话 现在外面的人都想抓我们 我们要等别的叔叔来救我们 带我们离开 知道吗 小兄弟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 没有 太太 有人说今天一早 这个孩子在这儿出现过 你见过没有啊 可笑您啊 有 能不能逮您了 走狼想啊 一个女人不想您过来 我就过来我爹 你见过吗 你见过这个孩子是吧 那 明明你了一个网子了一下 快去了吧 哦 无日网洞 孙女啊 刚刚有您来那网子加了不 今早有个女人就来了 我再加网子一个您啊 孙女想 抱了一个老嵩老嵩的女儿 借过来的老嵩杂子 昨天想进去啊 都热了没吃了 老都赞光了 可让其他我想无资 哎呦 谢谢啊 好好 喂 喂 毕处长 我是苏三醒 哦 苏处长 雨已经上钩了 我估计陈深会亲自去救人 那这么说来 苏所长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我希望毕处长能帮我物色一个 非常出色的狙击手 全身我估计他不会指神前王的 他会带帮手 我们只需要在他的对面埋伏 一个狙击手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不动声色地 干掉他的帮手 好 我给你安排 行 你去行动处一趟 你把那个狙击手 领到秋风度的石库门 我在那儿等你们去 好 去吧 是 毕仲良 如果我没猜错 这个狙击手就是曾经打伤我 还打死我姐姐的凶手 很高 你亲自去找他一趟 让他晚上配合苏三省的行动 你千万记住要叮嘱她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都不许给我伤着陈深 好的 就算陈深是真的中功 也带回来让我处置 明白 这都该吃饭了 怎么没个人来换班呢 困死了 兄弟们辛苦了啊 走走走 剪刀哥 走 头让我过来看看 没事吧 没事 还没吃饭呢吧 再过俩中头有兄弟来接夜班 你们先吃点东西去 是 来 拿着拿着 去去 对面有个面馆 三线面可熬吃了 快去快去 是吗是吗 快去吧 行 那我们先过进去 走吧 我们走了 干的我们走了 加块五香豆腐干啊 好嘞 去吧 别怕 我不是沈你的 肚子饿了吗 想吃点什么 你这情况也没法吃啊 怎么好端端的把舌头给咬了 自己怎么下得去口啊 造孽也没整过 我看你不像工党啊 我们以前抓的那工党 不是招就是扛 你这又招又扛的 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有苦衷 你是不是有苦衷 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的 你跟我说 我能帮你 真的 说 你老娘 还在我手上 你要敢不按我吩咐去做 我不仅可以割掉你的舌头 你也可以 切掉你的命根 还可以一遍 一遍 割掉你老娘身上的肉 你最好给我放聪明点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是 不是 你别怕 没事 我能帮你 你跟我说 你说不了 你说不了 你能写吧 你这手也够呛 你摇个头 你点个头 你告诉我一声 行不行 这舌头坏了 脑子也不好使 小丁咱来了 刘妈 林湘青 林湘青 刘妈 谁呀 嫂子 陈深 皮皮找到了没有 暂时还没有消息 不会有人说在码头见过他 我已经派兄弟们去找了 如果有消息的话 马上通知你 可是是天都黑了 那肯定更不好找呀 别着急 急人自有天相 老毕还没回来呢 没有呢 这不晚饭都做好了吗 也没见让他回来吃 老毕这个人就是心事太重 一有事情连饭都吃不下 最近处理事比较多 你做几道好吃的菜 我回去的时候给他带过去 对呀 这外面的饭 哪有家里的饭好吃啊 你待会儿一定要看着他 把饭吃了 你告诉他 什么事情都没有身体重要 小的吧 他平时如果吃不下饭的时候 他馄饨是肯定要吃的 你等我一下啊 我现在给他包馄饨去 刘妈 快过来 给我剁点肉馅 我们包馄饨 好好好 你说这还不来 天都黑了 看 把车子给我调走 是 嫂子让我给你的 嫂子让我给你的 她还真不嫌麻烦 爱你的女人怎么也不会嫌麻烦 快吃吧 不吃的话她会找我算账的 亲手给你包的馄饨 能给我包馄饨的人 都是这一辈子对我最好的人 我娘在我小时候给我包过馄饨 我生病 医生都说我没得治了 我娘拿着家里所有的钱 去买了一小块粥 回来给我包了碗馄饨 说让我吃饱了好上路 后来我淡淡不死活回来了 第二个给我包馄饨的人 就是你嫂子 不用说了 她是要跟我过一辈子的女人 第三个人就是你 那时候你把我从战场上救下来 我在窗上昏迷了三天 糊里糊涂的不就说我想吃馄饨 你把你卑仪的一块表拿出去 给我换了一碗馄饨回来 那个时候物价贵呀 这一碗馄饨跟鲜蛋似的 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了 你要是不带特工总部干的话 那你就应该去开一个馄饨铺 包治百病 专跟阎王爷对着干 还是想做一个普通人是吧 当然了 但是你不是普通人 你也不是 我当然不是了 所以我不可能做一个平庸的生意人 每天为柴米油烟瞎操心 我来这世上走着一走 就想看看自己能活成什么样 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 苟且偷生如吕薄冰 能活成什么样 在哪儿都一样 就算我真的做一个生意人 开一个门店的话 每天还得把客人当爷爷似的拱着 做人 选哪条路就不能后悔 因为人只能做一次 是 庞永怎么样了 找人看着呢 让他恢复一点接着沉吧 比比呢 有什么消息了吗 还没有 那今天晚上你早点睡 明天接着找 不了 我找不着他的话 也睡不着 一会儿晚上我还是要出去转一转 那二队的人还是归你调解 先别了 我还是用自己分队的人吧 二分队明天早上再来换班 好 你安排就行了 快点趁热把您这救命的馄饨吃了吧 先走了 嗯 咱们家最后的打开 知道我 还没有 医院那边怎么样 医院那边 别提了 姓庞那个真是舌头坏了 一句话不说 我说你别怕 我是来帮你的 不理我根本就 不过我看那样 好像是有什么 想说不敢说的样子 行 你先回去吧 猪猪还等着你呢 行 早上发到糕点 还在办公室呢 我拿了就走 先走了 鱼已经上钩了 我估计陈申会 牵字去救人 黑皮呢 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此刻毕中良的心情 无疑十分复杂 陈申明明已经得知 皮皮的下落 却没有向他求援 这说明 陈申怕伤己 绑走孩子的人 他担心那个人 真的是共挡 真的会如苏三行所料 他会即将露出马脚吗 这个疑问 像一个钉石炸弹 让他心里憋得慌 他既希望水落石出 又希望 这不是真的 谁啊 谁啊 喂 喂 毕太太 你是扁头吧 陈申在哪里呀 他出去了 出去了 我想问一下 你们毕书长 有没有把馄饨吃完啊 你晓得陈深去哪里了吗 说是再去找找皮皮 他去哪里找皮皮了 不知道 你这个跟班怎么当的 怎么你们头去哪里 你都不晓得的 他 秋风渡 好像是去秋风渡石空门了 是不是有人看见皮皮了 好像是那个 孤儿院的汪姐说的 汪姐说的 那肯定是真的 刘妈 喂 刘妈 塞铁 我出去一趟啊 待会儿老爷回来啊 你告诉他 我能和陈深一到 找皮皮去了 让他先睡觉 不要等我了啊 好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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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么称呼啊 叫我瘸子 你跟毕处长好些年了吧 我只负责完成任务 没必要回答其他问题 请 好了 坏人不敢来了 几位老贝蕾了 请请请 不管听见什么声音 都不能上来 回去 我懂啊 我懂啊 你们就分别守住这几个弄堂的出口 等我的消息 那我先进去了 你要不多带一个人进去吧 替你忘风也好啊 我就是怕他们有同伙在附近 会打草惊蛇 可你不会开枪啊 就是因为不会用枪 才会打消他们的戒心 你们应该相信我 我走了 不用担心 好 一切小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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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你 谢谢啊 谢谢啊 皮皮 皮皮 你在哪里呀 皮皮 皮皮 皮皮皮 谁 来帮你的人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我一个人来的 而且没有带枪 如果我想让你死的话 我有十种方法 根本没有需要去消息 我先去看看 喂 你是西藏的啊 喂 刘妈呀 太太睡了吗 他太太没睡呀 他起来 这么晚又去什么地方了 这么晚又去什么地方了 一字去秋风度色口门起来 呃 刚跟帮我送的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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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个声音都听不懂 气死了 啤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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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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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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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是特工总部的人 对不对 你们抓走了朋友 知道了回家计划 还想抓走我的孩子 对不对 如果我是特工总部的人 我就不会一个人来 我大可以教育群人 把你打成马蜂窝 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孩子好 你把他交给我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想骗走我的孩子 你都傻呀 孩子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 把手举下来 开快一点 初作 赢最快了 我不想杀你 打孩子我得带走 怎么还不上钩 做梦 除非你杀了我 与死网坡是没有意义的 留着命 你可以继续做别的事情 这个孩子跟我相处多年 我会好好照顾他 我让把孩子 交给自己的同志 皮皮 皮皮 皮皮皮 皮皮皮 所长 怎么办 来得好 你是二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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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等等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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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处长 我是蒙将堂孤儿院的 把枪放下 战舍在什么地方 跟我来 来 这儿 皮皮 皮皮 别跑 别跑 皮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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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来了 别怕 皮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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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绅 都别动 好 我不动 我说过了 孩子是中共的后代 就算是光荣牺牲了 也绝对不能让孩子 露在鬼子和韩剑的手里 你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 门都没有 不要伤害孩子 不要 我 我是中共的人 我就是红木荡 是祖师派我来 这孩子走的 把孩子给我 给我孩子啊 别过来 把孩子添衔 都别崇管了 别愿意 производ MEL 准解 你看 真准化 拆哒 江亿 famous 百异 成 şek 你 怎么不再 enjoyed anci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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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